作词 李宗盛 大家把经书翻到第六十二页 六十二页 看第四行上面的黑体制 先看第三行 国土体向者 网上论著 从这一段开始 就是 第四门 观察门 观察门有三重 一者国土体向 二者四限自立立他 三者入第一地 观察门这一段 去年呢 跟大家讲了 十七种国土庄严的前面三种 那我把这一段呢 跟大家做个回顾 然后我们就跟前面的学习 就联系上了 大家看第四行的黑体制 云和观察 彼佛国土庄严功德 彼佛国土庄严功德者 成就不可思议利过 如彼摩尼 如意宝性 相视相对法过 这个是网上论的论文 下面是注解 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详细讲了 前面跟大家讲过 这段文呢 给我们做个提示 也是一个眼目 我们随顺着网上论的论文 谈鸾大师的注解来学习 以什么为方向呢 或者以什么为指南眼目呢 这段话给我们指出来了 彼佛国土庄严功德者 大家注意下面这句 成就不可思议利过 那我们观察极乐世界呢 就从这个地方观察 谈鸾大师呢 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给我们解释 我们学习这个往生论 往生论是我们净土法门里面 三经一论也好 五经一论也好 这一论呢 非常的重要 论呢 在一个宗派里面 它就是落实的一个经典 实践的一个经典 你看我们往生论的题目 叫 无量寿经 幽婆提舍 愿生计 就是天亲菩萨 学了净土山经之后啊 他是怎么样 落实在生活当中 然后天亲菩萨 他的落实方式呢 在往生论里面就是 五念门 五种果门 它落实下来呢 它非常广大 容易广大 五念门呢 就是五种念佛门 对应我们 生业 口业 意业 智业 方便智业 所以这个往生论 我们学完之后啊 我们念佛呀 这个不念都不行了 我们整个生活 自然就是念佛 不光是口念 身体也在念 身口意 智是什么呢 智是菩萨佛才有 我们是深业 口业 意业 然后呢 菩萨是智慧 我们是烦恼 菩萨是智业 我们是烦恼业 菩萨是方便 我们是自私 方便就慈悲 回向门 回向一切众生 祝福一切众生 我们有的时候是 抱怨一切众生 讨厌一切众生 排斥一切众生 对立一切众生 但是我们学了这个呢 不怕 这是我们的习惯 我也这样 跟我比较熟悉的同修啊 有时候跟我在一块吃饭聊天 也能看到我业障 现前 非常深重 一谈到是非啊 你看我过年眼睛都红了 我也是业障深重的凡夫 但是学往生论呢 同修们要注意 我首先提示大家呢 学这部往生论 要有点耐心 一开始听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同修听不懂 觉得很深 我就跟大家解释啊 不是很深 是很陌生 从来没有随顺过佛愿 从来没有随顺过佛力 佛果 我们凡夫都随顺自己的业力 自己的习惯思维 习惯的这个思维方式 太习惯了 从来没有随顺过佛的角度来观察 从来没有随顺佛的角度来想事情 都随顺自己的想法来想 所以突然间 让你随顺佛来讲不习惯 大家注意 只是不习惯 不是很深 很难懂 那有些同修说了 确实听了 听不懂啊 所以我劝大家要有点耐心 听不懂啊 我告诉大家 还是很好的 怕什么呢 怕把意思听错了 那就麻烦了 既然我们认识一个人 起初见一块的时候呢 还是很陌生啊 我们跟一个人见一面 见一面你就问我 这个人怎么样 我又不会看相 我早知道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 中国古话呀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他要慢慢慢慢慢慢 我们学习一部经典 学习一个法门 我们学天津菩萨的 往生论 谈乱大师的诸解 他也是像 跟一个人 刚刚接触一样 你一开始读不懂他 或者你感觉他高深莫测 好像跟我生活 没什么关系 那他是菩萨呀 他是佛呀 我是凡福啊 好像距离很远 这个时候就看一个人的福报 就像弥陀经上所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姻缘 你有一分耐心 愿意去读他 读一读就读懂他了 哪怕你读懂他几分 对我们的生活 这种改变也好 加持也好 都是不可思议 而且往生论对我们的加持 是全方位的 要你身口意志方便志 全部给你激活 但是呢 这个因为是从成就不可思议力 大家注意这个不可思议力 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起初接触的时候 听不懂 我告诉大家 大家听不懂 太正常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思议 这就是我们佛门里面 讲的一句话叫 大法难起 真正的大法 很难开启 为什么呢 它要超越我们的意识范围 我们的意识范围 都是思维的 可思 可意的 大家听了 嗯 这个能听懂 为什么呢 好像可思 可意 所以天亲菩萨 在带着我们观察之前 先告诉我们 成就不可思议力哦 你要做好准备哦 你一听了一下 有点不可思议 后面就大家看 哎呀 步步都不可思议 通过这个不可思议呢 来激发我们每一个人 本有的不可思议的 本能智慧 所以同学们注意啊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 太伟大了 假如你 放弃了 学这个法门放弃了 哎呀 真听不懂 啊 想死 听也听不懂 放弃了 放弃了 也能往生 就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好 为什么会放弃呢 大家要知道原因 就是我们众生里面呢 有那么一部分就是 他比较固化 就坚固的执着自己的思维意识 他放不下 你要他不思议 他就得思议 不思议受不了 所以阿弥陀佛 对这一类众生呢 还是 接受的 还是要救度的 我属于这一类 我跟大家在一块学 网圣论 我稍微比大家早一点 我在14年的时候 就开始学了 到15年的时候 放弃了 为什么呢 太不可思议了 受不了 学不懂 到16年的 就是跟大家开始学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又重新提起了 我跟大家是前年了 前年90月份的时候 跟大家开始学 我那个时候又提起 到2017年 去年的这个时候 过年的时候 就稍微有一点 一回生 二回收 稍微有点感觉了 你看到今年又过年了 今天 我以前不懂 原来人日就是大家一起的生日 你看今天这个日子很好 我们一起生日的时候 学往生论 一出生就往生了 这多好 那你剩下的生命都在阿弥陀佛的 法王善的住持下 所以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听不懂啊 我劝大家坚持一下 因为我是过来人 我一开始学一年 我觉得我很能坚持了 但是还搞不懂 后来遇到一位三知识 加持我 到2016年 我又重新拿起这本 《网生论》 再看 哦 就有点 第一回生 放弃了 第二回看 稍微有点熟了 才知道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呢 这五念门太伟大 从这个里面体会到阿弥陀佛的伟大 那么五念门 我们熏悉的 纯熟了 纯正了 那就恭喜大家 就像刚才歌曲唱的 恭喜大家 你就能入五种果门 五种果门呢 那就太纯熟了 你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切境界 都是阿弥陀佛的果德 就我们平时所谓的 净土法门所讲的 以佛的果地诀 作为我们众生的因地心 我们要是念佛这么个念法 作为同修 那就你这个佛号念的就发起充满 作为同修你仔细观察 念佛有很多种 有的念佛像打架一样 跟谁打呀 跟烦恼打 跟妄想打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出来个妄念 怎么还能出妄念呢 南无阿弥陀佛 要给他压下去 他跟烦恼 他跟妄想啊 对着干 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跟烦恼对着干 烦恼 我们凡夫 就是烦恼成就的 又烦恼了 我们叫佛号 把这烦恼压下去 所以念佛有很多种 随顺佛愿念佛 随顺法性念佛 随顺 这个 修功夫念佛 随顺其他法门的观念 来念佛 很多种 那我们学这个五念门呢 我们就随顺 天清菩萨教我们的 随顺佛果 随顺佛愿 你看这个上半部 是从佛愿的角度解释 下半部从佛果的角度来解释 成就不可思议利物 我们在熏悉这个 极乐世界这十七种 国土庄严 就十七个角度的 国土庄严的 不可思议 我们看这个角度 不可思议 那个角度 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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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可思议了 你不知不觉当中啊 就从你自己的习惯的 思维意识 就被拉出来 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 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呢 跳出自己原来的思维模式了 然后你再反观自己 你就会很清楚 什么时候是业力 什么时候是佛力 业力跟佛力 同学们要注意啊 不对力啊 你要对力了 你念佛又麻烦了 有的人他念佛的时候 安心 佛号一忘了 他又心慌 所以他就逼迫自己 念佛不能间断 稍一间断 好像就不安心了 就慌了 那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他没有对立 超越我们凡夫的这个二元心智 我们凡夫大家都用二元心智 善就有个恶 好就有个不好 对就有个错 你有对立啊 那你就有吸收的 有排斥的 那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 觉得安心 念业的时候呢 你就慌了 其实呢 我们真正深入这个法门 深入这个五念门 不管我们什么样 现在是在业力啊 还在佛力 你能够觉悟到 你有办法超越它 转化它 成就它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 它是接受一切 我先把答案跟大家报告出来了 你在观察观察 你会发现 阿弥陀佛什么人都要 你不要 阿弥陀佛要 你觉得这个人饿 阿弥陀佛要 我们觉得这个人很饿 阿弥陀佛可能不要 那是你不要 阿弥陀佛要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前面加个西方极乐世界呢 同学们知不知道 因为极乐世界有好多种 有张三极乐世界 有李四极乐世界 大家能听懂吗 就是我们自己设计一个极乐世界 这样人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他不能往生你的极乐世界 他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很多人呢 按照自己的想法 把极乐世界给他设计出来 设计完之后呢 那叫你的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的不一定一样 所以我们往生的是西方的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不是某人的极乐世界 现在搞一搞的 搞的都乱了 某人的极乐世界都出来了 好像去极乐世界 这个人要不批准 他去不了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那阿弥陀佛是都要的 愿往生者皆得往生 你看我们读弥陀经 若有人以发愿 今发愿 当发愿 后面就是若已生 若今生 若当生 没有不能往生的 只有不愿意往生 古人还说过一句话 同学们注意听 这句话我听了之后很欢喜 古大德说过一句话 说念佛人 原话我记不清了 意思是这样的 说念佛人 有痛苦 可能有痛苦 可能有烦恼 可能有有有有有 这个我们都有 但是呢 往生没有障碍 所以天青菩萨一开始讲 世尊我一心 归命尽十方 无碍光如来 愿生安乐过 这个无碍 什么无碍呢 愿往生者 往生都无碍 所以同学们 我们不要老拿烦恼来看 哎呀 我又烦恼了 是不是不能往生了 我又有痛苦了 是不是不能往生了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呢 念佛人可能有烦恼 有痛苦 还有一些同学说 师父啊 我这个放不下 那个放不下 那能往生吗 同学们 阿弥陀佛为什么发一个愿 叫临终皆隐愿 其实往生啊 不一定非要临终往生 假如你 内心能够柔软的话 现在就可以往生 往生不是死了以后 才叫往生 你看我们往生论里面 很少提到说临终往生 现前随胜佛愿 现前随胜佛果 现前就得往生利益 在你的身业 口业 意业 治业 方便治业 马上就放光 我学了往生论著之后啊 再回头看三世信念 中风禅食的开始 我才知道中风禅食在讲什么 在读的时候 在做的时候 哎呦 这个有感觉 说有感觉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话 就是你有 感受到中风禅食在讲什么 误来步步西方 头头见佛 长极光处处现前 大愿望 沉沉气慧 你同学们 你再去参加三世信念 假如你学过往生论著 你讯息的稍微成熟一点 有点熟悉度了 你再去看参加三世信念 你绝对跟平时参加不一样 那么固执有情呢 所以佛就说临终往生 对有些人对自我比较固化的人 对自我的想法比较坚固的人 你跟他讲 他就保护他自己的知见 想法 他接受不了 佛的广大的境界 不失忆的境界 佛也救他 没事 那你就固执守住吧 守到临终 你就守不住了 你放不下吗 没事 到临终 放不下 也放下 最后你连你这个身体 你是放不下 也得放下 寿命到 缘分到 然后阿弥陀佛说 临终皆隐愿 同学们 这些事情都搞清楚之后 我们学习起来就轻松了 学了你能懂 很好 现前就与佛相应 现前就解脱 现前就能发慈悲 或者你种种的烦恼 业力的纠结 都能解脱出来 你说我学了不明白 我搞不懂 也没事 纠结吧 烦恼吧 痛苦吧 没关系 就这样 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 临终阿弥陀佛 还是建立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往生论呢 它是 或者说净土法门呢 它是广大的 那我们学习起来呢 同学们没有压力 佛不给我们压力 佛给我们动力 佛给我们解脱 佛给我们减轻压力 解开束缚 打开心结 你说打不开 没关系 结着 一块到极乐世界去 还是能往生 所以我们知道 支持名号 秋生净土之后呢 有缘分 可以深入这个 往生论 往生论注 它可以让我们 现前得佛受用 去年来 跟大家报告 说这个 念佛 有个老人家说 念佛没有用 我就跟他说 是你没有用 老菩萨说 法师你怎么还骂人呢 我说我没骂人呢 这佛给你一个工具 你不去运用 那他当然就没有用 佛给你一辆车 你天天要推着 你为什么不开呢 不驾呢 不坐呢 你说车没有用 本来走路就漏够累的了 还要推个车 车不是让你推的 是让你坐的 阿弥陀佛来驾 过去有人举例子 说你在走在路上 有个朋友驾车 驾到你身边 说来呀上车 不 你车你别开 我来推 他说来接你是给你代步的 你非要推 然后你就很辛苦 所以阿弥陀佛传我们的法 是让我们去正确的运用它 不是给我们负担 不是给我们压力 是给我们减轻 随着你对这个法的运用的纯熟度 你的痛苦烦恼 就会转变成智慧 慈悲 方便 你的人生啊 整个就都转变 我学这个网上论座啊 我在学习当中 我在头脑里面就想到 我遇到一些学佛的同修 他得了什么病啊 得忧郁症啊 得焦虑症啊 我遇到一些 我当时就想 如果这些人学网上论 那个病就很快就转化成智慧 你有耐心 你有运用 这个书真好 这个法门真好 但是学习的时候呢 需要一些耐心 我跟同学们学习的缘呢 是有 但还没那么殊胜 学习一段我就跑了 跑了好久再回来再学 看以后能不能三宝加持有缘分 我们能够有一长段的时间 在一块学习 现在呢 先跟大家是 把这个网上论过一遍 同修们对这个网上论座 稍微有那么一个印象 等我们把这个第一遍学完 后面的对照本的时候 我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的学习方式啊 可以尝试着换一下 一个半小时 我讲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大家交流半个小时 就是你学了之后 不懂就说不懂 就把我们真实的东西拿出来 理解错就理解错 你给它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一起说明 为什么我一开始想这样呢 其实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一个半小时 都是讨论 但是我还不敢尝试 我到马来西亚 有些道场一看呢 有些道场应该还可以 跟观众们呢 听众们呢 还能交流 我怕同学们太不好意思 一交流 谁也没问题 坐着等 如果能够慢慢的 大家熟悉了 熟悉这个气氛了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 以后我们在一块学习 就不是我唱独角戏 大家一起唱 谁有什么问题了 或者你修学有什么心得了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才叫切磋 这个才叫参学 同学们要注意 学佛参学太重要 参学能让我们的这个进度 大幅度的提升 有的人学 学几十年 就一个道观赌着 过不去 可能遇到每个姻缘呢 跟哪个同参道友一切磋 几十年想不通的 可能一念之间就通过去 通过去就不可思议 所以有时候问题也是宝贝 为什么现在不开始 让大家发问呢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读一遍 大家完全没基础 发问就不到问哪去了 我们先有这么一遍 学习 大家都有那么个印象 然后我们在说 什么一段话的时候 大家有印象 是五念门的哪一门 哪一段 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 怎么样去用它 真正好用了 就是真正的红法 我们讲的在好听 大家听 大家都明白 但是都不好用 我们就在棒法 为什么呢 学了之后都烦恼 都没有信心 都没有力量 遇到烦恼更烦恼 甚至于学了之后 没有烦恼 学完之后更烦恼 增加烦恼 那我们就是毁谤这个法门 我们学了之后 让人一看 哎哟 学完是这样啊 那就不能学啊 反而我们是障碍这个法门 所以要学的时候呢 我们要慢慢的深入 真的实实在在的 把它用在生活当中 我们深夜怎么样礼拜啊 大家学完之后 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 深夜礼拜的方式 在大众面前表达一下 然后我们才知道 深夜礼拜的广大 口夜怎么赞叹呢 语如来光明志向相应 语如来明义相应 这个念佛是怎么念的呢 我们慢慢通过观察 学习了解之后 哎你会发现 你念现在念这句佛号 跟以前念不一样 它能提示你 开发你 指导你 真正让你感受到救度你 让你从业力里面 怎么样能够超越出来 然后回过头了 还能把这个业力转化 以回向门来祝福来转变 使我们整个生活 就在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中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安心安稳 过日子 跟这个世间缘分近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怀疑 你能不能往生 那我们学习这个法门 同学们都有这样的受用 这是真正的弘扬佛法 在一切境界里面 没有对立 没有压力 没有逼迫 没有恐惧 没有大安乐 平等 慈悲 清净 我跟大家报告这些 就是我们要跟前面连上 从这个成就不可思议 利固 从这个角度观察 好 下面同学们把经书翻过来 我们接着去年 学习的地方往下学 大家翻到66页 去年我们学了17种功德的前面三种 第一是清净 第二是亮 第三是性 这三方面可以说是从体来讲 体 我以前跟同学们讲叫本质 本体 我讲的时候 有些同修 我就看着 一讲完这个话 他的眉头就皱起来了 我就知道他没听懂 本体 本质呢 我们对比着来讲 我们看一个事物 能看到他的表象 你看我们 平时说 知人 知面 不知心 就是你看他的面 这个人 知道 这个人我认识 这叫张三 他心怎么样呢 想什么呢 我没有他心痛 我不知道 那看一件事物也是 我们看到他的表象 还要看到他的本质 本质呢 那我们自己就开始判断了 哎呀 这个人呢 嗯 不怎么样 可能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 发现他什么 自私啊 这个 种种习气啊 你看到他的本质了吗 好像是看到了 其实还没看到 阿弥陀佛呢 就是给我们 揭示一切众生的 本质 究竟本质 所以你看那个 下品下生的 造作 五逆十恶 集中的对人 我们看他是什么 我们看他是恶人 阿弥陀佛看呢 教我们看 他也能往生 他也能成佛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比如说一个人 这一个人是恶人 他将来能不能成佛呀 同学们学过这么多年 这个恶人将来能不能成佛呀 好 他将来成佛 现在是恶人 那我们这个法门 什么法门呢 是以佛的果地觉 做众生的因地心 他将来成佛 他脚下踩的是什么 做的是什么 大家看佛像脚下踩的 做的是什么 莲花 好 我们先把那个莲花拿下来 放在他现在这个底下面 那你看他是什么 你看有些同学他就佛 这就叫佛力 把莲花拿下 你看他是什么 我看他是提婆达多 这就是业力 很清楚同学们 你看一下就变了 依我们自己的思维 想象 我们看表象 这个人就是恶人 好 那现在我依佛院来看 依佛果地觉来看 嗯 他马上就是佛了 你看 有个同学我反应过来 那他是佛 这就叫随顺佛院 同学们你明白这一点之后 你就知道我们 你一下就觉悟到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在随顺什么了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想法 你只要懂得反省 你就知道你是依业力 还是依佛力了 依佛力 恭喜你 我告诉大家 依业力 我也恭喜你 那同学们说了 依业力怎么还恭喜呢 因为你觉悟到 你在依业力了 这个觉悟啊 太不可思议 我们每一个人 人生当中 就缺少这个觉悟 我们很少有人 去反省自己 有问题 环境有问题 依报有问题 这是整种问题 抱怨完社会 抱怨国家 抱怨国家 抱怨团体 抱怨团体 抱怨他家 抱怨他家 抱怨自己家 抱怨完长辈 抱怨晚辈 我们天天在抱怨 抱怨就失心了 你就知道 我在依业力 同学们 顺我的公事 你现在去过一过 从今天 今天初期 你过到十五 你看看 从明天开始 你再过一个星期 你用这个思维方式 你每一个说话 你要反省 依什么说的 你每一个想法 想某个人的时候 依什么想的 这个是 依什么做的 不怕你不依佛力 依业力也没关系 你一下就觉得 哎呦 这是依我的分别 依我的业力 这个觉悟啊 恭喜大家 这个觉悟就会慢慢地 充满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充满了觉悟 那是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你会反省到 我们以前的生活 生活是充满了迷惑 颠倒 充满了这些东西 以为自己天天在做功德 在做事 天天我去念佛堂 我去读经 我在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你是充满了 你会是充满了迷惑 颠倒 今天我讲这一小段 大家明白了 你以后的生活 就慢慢地充满了觉悟 包括你 有的时候 习惯控制不住 脾气发了 或者你都能觉悟 烦恼都能帮你觉悟 我们不是烦恼多吗 忙吗 业障重吗 不怕 怕不觉 觉悟之后就很好办 我们可以运用这五念门 来处理它 师父我真控制不住 这个人我一看他 我就起烦恼 那就以烦恼礼拜阿弥陀佛 同学们会不会用烦恼礼拜阿弥陀佛 烦恼礼拜阿弥陀佛 那个烦恼就变成 启发你求生净土的 一个缘分 而我们发心求生西方净土 就是无上菩提心 从此以后 我们也不排斥烦恼 不排斥习气 大家听清楚了 不是不排斥 不是随顺呢 不排斥了 那我就加油起烦恼 加油发脾气 那你这么想 那是你的极乐世界 不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很多人都不会听啊 好像这个法门 可以随便起烦恼 随便造恶业 那不是佛说的 其实我们造的恶业 也不是随便能造的 有些恶业你想造 你也造不了 需要福报 过去有师徒两个人 徒弟就对这个法门有疑惑 说师父啊 他这么说 这个法门不是随便造业了吗 那师父就说了 那好 我现在让你造业 我要你造一个业 看看你能不能造成 徒弟就问师父 你让我造什么业 现在出门 给我杀一千个人 这徒弟听 呦 师父受不了啊 我杀不了那么多 没那么大力量 我也没那个胆量 那师父就说了 造业它也需要缘分的 不是说你想造就能造的 你像我们凡夫啊 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去想造的这种恶业 它是生生世世的习气 秉性带来的 我们也想改 你一下子改不了 改崩掉了就着魔了 就像那个汽车一下开了 很快 你让它一下停下来 这车就翻了 就很危险 你要让它慢慢停下来 先不要再加油了 然后慢慢慢慢 让它速度缓下来 再慢慢停下来 那就安全 我们了解自己是业障深重的凡夫 不怕 怕的是不觉悟 怕的是没有法则 没有方法 没有归宿 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现在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顺着大愿来 顺法性来发愿 成就极乐世界 让我们每一个凡夫 都很清晰 目标 西方极乐世界 方法 念佛 愿意去而称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这么简单 那还有其他的疑惑 会障碍我们的安心 让我们不安 那就用五念门 把你的深夜 口夜 意夜 智夜 方便智夜 遇到的所有缘分 通通通让他放光 怎么样的放光呢 随顺法门来看 随顺佛愿来看 随顺佛果来看 叫成佛愿力 叫成佛愿为我命 焉可思义 后面就会讲到 我跟大家讲的一些 同学们有点印象 你在生活当中 可以慢慢的去 去练一练 等我讲完这第一遍呢 等你练的差不多少了 你可以 在我们这个法会上上来 发表发表 自己学这个法门 在运用当中的一些心得 然后大家再一切磋 同学们 那我们这个速度可快了 我们在宴庆寺 真的是宴庆寺了 宴庆寺大家来 庆祝大家怎么样做佛 让佛充满我们生活当中 每一时 每一刻 每一念 每一个言说 每一个造作 每一个行为 通通都是念佛 我以前跟大家报告的 念佛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作为同学 哪个人观察自己 每天呼多少次 吸多少次 你看说 听经 师父啊 没时间 念佛 师父 没时间 喘气 有没有时间 我们听说有一个人说 没时间 再忙也要喘 我们以后念佛 就像喘气一样 哪天不喘了 不喘就做佛了 不喘就到极乐世界 喘着 要念佛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作用 显发出来 所以今天这第一天呢 跟大家是要鼓励大家 因为我们这个学习也不容易坚持 一个是间断 再一个是陌生 大家有的同学听不懂 我一讲完了 一离开又三四个月 再来都凉的差不多了 刚一热乎又跑了 希望三宝加持我们的缘分 这个法会的缘分 越来越多 时间越来越长 然后我们把它熏熟了 成熟之后啊 就像水烧开了 放凉了 也是凉开水 我们这个念佛同学们知道 它是非常广大的 非常自在的 是没有障碍的 但是 那有些同学说 那为什么有些人念佛 他很单纯 很专一 很固执呢 换一种方式 他受不了呢 对固执友情 可以的 他对自我很坚固 很固化 这样怎么办呢 就坚持念吧 也能往生 到了阿弥陀佛那 他自然就松开了 所以不同根性的人 在这个法门里 都能成功 而我们现在呢 没有高下 同学们注意 在我们净土法门里 没有高下 你说这个人很固执 所以他很 很低下 不可以这么想 就每个人的 秉性 习性 不一样 但是都是假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 分高分低 更假 没有高下 固执的 固执的念佛往生 不固执的 不固执念佛往生 一张重的 重的念佛往生 一张轻的 轻的念佛往生 信的 信心念佛往生 怀疑的 怀疑的念佛往生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才有边地一层 通通都能去 学了这个法门 你不能 假如你学了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看这个也不能往生 看那个也不能往生 那你就学得有点 不知道搞哪个极乐世界了 绝对不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 看这个也能往生 看那个也能往生 回头看看自己 更能往生 这个才是 阿弥陀佛的 这个不可思议的愿力 好 那现在我们看 第四个 形象 大家看第六十六页 所以本质和表象 同学们要注意了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一回到本质就平等 一回到表象上 在他方世界 就不一定平等 但在极乐世界 还是平等 这个就不可思议 我先把这段文读一下 大家看上面 有个小标题 是形象 庄严形象功德成就者 既言 静光明满足 如静日月轮故 这个是往生论 大家看底下的是注解 此云和不思议 大家注意了 又讲到不思议了 每一段都讲不可思议 父忍辱得端正 我心影响也 亦得生彼 无亲人之疏 人天色相 平等妙诀 改静光之力也 比光非心形 而为心形之事 焉可思议 大家看这一段 同学们看 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思议吧 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生活习惯了 所以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有点看不惯 我们这个世界什么 因果相应啊 忍辱就得端正 你看大家看 此云和不思议 夫忍辱得端正 我心影响也 影就是影子 想就是想生 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 太阳光一下 他一定有影子 你大喊一声 一定有声音 你不会说 喊好 但出来的声音是坏 不可能吧 他一定是相应 忍辱的人呢 他的长相就端正 后面讲 一得生彼 无亲人之书 人天设相 平等妙诀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作为同修 我们不管以什么状态 往生的 你是业障重 是业障轻 是有智慧 还是糊里糊涂的 没智慧 只要念佛往生了 长得都一样 你不会说 因为你脾气大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跟罗刹似的 他就长得跟菩萨 不会 到极乐世界 我们长得都一样 不可思议吧 但这种不可思议呢 有人心不服 我遇到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就学佛了 我有一个同学 很漂亮 我会讲 极浪西方极乐世界 他说我不去 我说你怎么不去呢 我到那去 跟你们长得都一样 他没有那种优越感了 因为他比我们 长得都漂亮 我说原来你这个原因 不去 是啊 你看你极乐世界介绍的 去那边长得都一样 我跟你长得一样 那丑的就愿意去 我得去 去了咱都一样 我就不那么 不像以前那么丑了 所以反而有些优越的人呢 他就 不行 我跟你们都平等了 好像就 心又不甘 心比较好胜 我们这个世间呢 每个人的相貌 都是修来的 所以有的会看相的人 一看某人有福报 是福相 每人 就是不是福相 都是个人的相貌不一样 修的不一样 但是我们来学佛呢 同学们都知道 修着修着的相貌会变 有的人修 越修越有福报 福报相 有的人是福报相 越修越没福报 修错了 所以他有修对的 有修错的 在阿弥陀佛这个法门里面 没关系 修对修错的 都想往生 没事 到极乐世界 长得一样 作为同学修错了 他不是故意修错了 他也是认认真真的 在修 自己也以为修得不错 其实是错了 他自己的知见 标准 可能是自己想象的 不是佛经上佛说的 包括我们现在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我们也不一定辨别的 那么清楚准确 大家读过了完视讯就知道 那个善可不容易 真善 假善 半善 满善 大善 小善 四善 非善 这个善的不容易 看了不容易之后才往生 往生容易 我们现在在世间 做点善事都不容易 做完了还洋洋得意 最后一算账 原来是阎龙王来算 那就很冤枉 所以我们念佛人 不要算了 尽可能的尽心尽力的去学习 有的时候 诚诚恳恳的做了一件错事 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人是确实诚恳 确实真诚 只是不懂 那佛菩萨呢 或者是这个 他也能理解 那个真诚心 诚心诚意 还是能感动人的 我到有一些道场去讲经 有些道场是 头一回接待讲经的法师 讲经的法会 他们不懂这些仪鬼啊 他很诚恳的来邀请你 结果 也很有意思 但是我看到之后呢 我能感受到他的诚恳 不会执着这些礼节啊 有差的地方啊 你太执着了 你太看表象了 不看他的诚心呢 那也很 也容易起烦恼 你看到他诚心呢 也是很感动的 有些地方呢 好像很懂仪归啊 但是你看他的面相啊 很傲慢 好像他什么都懂 什么都懂当中 又容易起傲慢 他不是为了表达 成静 他是为了表达 他很懂规矩 所以这个里面呢 因果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 要想修学 方方面面 如理如法 不容易 印光大师也不给我们压力 就告诉我们 敦伦 敬奋 闲邪 存诚 诚诚恳恳地做就好了 很多事情 我们这个末法时期的凡夫 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智慧 能够面面俱到 深入精湛 所以净土法门呢 它是我们很容易掌握 依靠 随顺 往生论这个法门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秘诀 大家注意 随顺这两个字 随顺佛力来看 就是这样 佛告诉我们怎么礼拜 我们就怎么礼拜 佛告诉我们怎么赞叹 我们怎么赞叹 佛让我们一夜怎么想 我们就这么想 这么想就是靠佛力了 我以前跟大家报告 怎么想是成上佛力了 一心作愿 必尽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这就是顺佛力 顺佛愿 你说我能不能往生啊 不一定能往生吧 你这些所有的疑惑 全是没随顺佛愿 全随顺你自己的想象 只要随顺佛愿想 就是毕竟往生 一点都不松动 但是我们有很多念佛人呢 口上念的阿弥陀佛呢 心里面想的是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呀 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呀 不一定能往生 这个念佛念的就不安心了 你的心呢 你为什么不一定能往生啊 你说 哎呀我可能还有烦恼 哎呀我还没放下 哎呀我还有疑虑 哎呀我还有这个 我还有那个 你心呢不是随顺佛愿这个想 你是随着你想的 你自己想象的极乐世界在想 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没有众生不能往生的 除非是张三的极乐世界 李四的极乐世界 那个就很难往生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很容易往生 亦往而无人 我们把它搞清楚之后啊 就有人了 我们希望人越来越多 所以同学们注意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形象庄严呢 它是不可思议在平等妙觉 我们不管是什么缘分 升到极乐世界 大家的相貌完全平等 平等不是平等难看 是平等庄严 平等妙觉 怎么样妙怎么样绝呢 你看看阿弥陀佛就知道了 阿弥陀佛有多庄严 多富贵多智慧 我们跟他一模一样 大家看最后这句话 盖静光之力 我们的心好像还不正 但是阿弥陀佛的光一照 不正也得正 你心不正应该长得很难看 但是你阿弥陀佛光一照 本来应该很难看 现在变得很好看 这叫不可思议 所以佛光一照啊 因为佛光是平等的加持 所以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同修 我们相貌都一样了 我们相貌都一样了 很多同修就会想出很多问题 相貌都一样了 同修们 你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要是相貌都一样了 这个社会怎么样 那就麻烦多了 谁做坏事都不好抓 为什么都一样 都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它有娑婆世界的一个规则 娑婆世界都是表象 众生也执着表象 回不到它的本质 所以我们有对比 有对立 有分别 有纠结 这个生出来之后 烦恼就生吧 娑婆 夜浪流 回不来了 阿弥陀佛能够帮着我们回来 我们学了往生论住的人 懂得怎么回 我们在生活当中 虽然还依业力 但是我们觉悟到 自己在依业力 就好办了 然后面对这个每一个线缘 我们有目标 我们有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很简单 很容易操作起来 很有效果 这是真正的学佛 真正的念佛 从深夜念 口夜念 念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哎呀 口念都没 喝水了 都干燥了 或者吃饭 好了 那可以深夜念 什么都这个念佛 没有障碍 有的人临终了 慌了 哎呀 师父我临终 要是佛号念不出来 怎么能往生 口夜不行了 深夜吗 深夜不行了 异夜 异夜不行了 怎么办 随夜了 随谁的夜 随阿弥陀佛的夜 我们平生啊 你像这个礼拜 拜佛 怎么叫拜佛 前面跟同学们报告了 礼拜阿弥陀佛 未生彼国异故 就是你能够 我们拜阿弥陀佛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生起我们求生净土的这个意愿 换句话说 我们倒过来讲 任何事情让你生起求生净土的一个意愿了 这个事情就是礼拜阿弥陀佛了 你比如说我们起个烦恼 或者造了恶业了 忏悔 哎呀 这完了 这要多地狱啊 这要怎么样造成什么后果 还是往生好啊 你看就从这个事情里面生起了愿往生的意愿 哎 这个事情就是 你拿这个烦恼事也好 罪业事也好 来礼敬阿弥陀佛 礼拜阿弥陀佛 回归阿弥陀佛 归命阿弥陀佛 这坏事就变成好事 我们很多一烦恼习气想改 改不过来 阿弥陀佛改过来了 这烦恼啊 阴光大师讲 众生以贪嗔痴慢为怨敌 菩萨以贪嗔痴慢为善友 众生呢 他想学佛了 他知道贪嗔痴慢不好 他以贪嗔痴慢为敌 你又敌不过他 那就得等死 他一定干掉你 究竟教法 他是没有对峙的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没有对峙 一切接受 然后揭示一切的本质 运用一切的本质 这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我这句话说出来 同学们听不懂没关系 你记下来慢慢听 听上五十遍一百遍 慢慢就动了 为什么不懂 前面跟大家讲了 太陌生了 等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 慢慢告诉大家 后面就是答案 有一个童修 有一个童修啊 可能在网上 看到我们这个摄像 视频 学了网声论 就赞叹网声论好 他就非常想得到这本书 后来好不容易得到了 打开书一读 告诉我们一个童修 这读了哪句都不懂啊 这个书太深了 所以我们要有缘分 在一块学习 通过在一块学习 才明白 这句是这个意思 整个这一段 是这个意思 整个这五段 是怎么配合的 整个这一个大段 最后到怎么配合 一步一步来 我们慢慢搞 有这么个轮廓了 就像我们雕做一个佛像 先拿了一块大木头 你怎么看 这怎么能是佛呢 就是一块大木头吗 没事来我们雕 雕雕雕雕 雕第一遍 还看不出来是佛 看出来好像 像个人一样 但是长得什么样 不知道 我们第二次 再深入雕琢 好像是人 再深入雕琢 是佛 再深入雕琢 是阿弥陀佛 越雕越清晰 越雕越清晰 最后这个像现出来 当最后这个像 现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还是不是当时 拿那块木头啊 还是那块木头吗 它经过雕琢之后 我慢慢就看懂 它是个佛像 诸位同学 外面摆一块大石头 没有人拜 你过去一看 没有人 一个人信佛的也不拜 好 现在找一个雕刻匠 给它雕成一个佛像 你看第二天 就有人跟着拜 没雕之前 没有人拜 为什么雕了之后 有人拜 就像我们拿这本经书 我们没在一块学习的时候 读一读就放在一边 根本看不懂 这是什么 等哪一天 我们深入学习了解之后 你才知道 这本书是多么的宝贝 每天你能翻开 看几页 都能提示我们 在生活当中 去觉悟 去解脱 散巧 智慧 方便 通过读当中 就把我们 就研发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个经论当中 有过熏悉 有过熟悉 你读了 跟那个 没熟悉的人 直接读不一样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一开始学的时候 学一年 我说我觉得 我够有耐心了 最后还是放掉了 根本看不懂 后来慢慢地坚持 第二次再看的时候 记住一些资料 懂得这个意识 显示念佛法门 这个广大 同学们再看下面 第五 十七种的第五 第二行 到手第二行 五 种种事 庄严 种种事功德成就者 既言 备注珍宝信 具足妙装严故 你看这个文都不长 大家看下面 谭乱大师的诸解 此云和布斯亿 还是从布斯亿的角度来讲 比种种事 或一宝 十宝 百千种宝 随心秤意 无补俱足 若欲令无 书焰化墨 心得志在 有欲神通 安可思义 西方极乐世界 种种事 都是种种宝 所称 或者一种宝 或者两种宝 或者十种宝 或者百千种宝 最重要的是下面那个 随心秤意 刚才我们同修唱歌 唱万事如意 我们怎么唱 同修们都知道 不如意 我们过年说的话 大师听了都很欢喜 想一想 没有几个能做到的 大师学了这个阿弥陀 这个法门 我告诉同修们 真的是万事如意 起烦恼都如意 原来我们烦恼 就是烦恼 烦恼生烦恼 烦恼自相随 你学了五念门 烦恼即觉悟 烦恼即如意 无爱 有爱中行无爱 这个念佛法门 真的是让你在生活当中 处处无爱 爱中行无爱 我说了半天 听众朋友们听不懂 没关系 先听着 以后 是哦 是这样啊 当你有一灵光 一受用的时候 这个力量会支持你 一直去念佛 意佛 然后你学习起来就 发喜充满了 作为同修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文科的成绩是最差的 我从初中考高中 我不知道我们新加坡 是不是这个 有没有初中高中 我不知道 我们中国是这样 初中高中 然后考大学 我考高中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是考五科 我的理科 叫数学 物理 化学 总共 好像扣不了几分 数学好像 一百二十分满分 我扣三分 物理 一百分满分 我扣一点五分 数学 一百二十分满分 不是 数理 化学 好像一百分满分 我也是差一点 就达满分了 还有两科 就是英语 和语文 我们就叫华语 英语一百分满分 我六十分 扣了四十分 语文一百二十分满分 我可能一半多一点 所以这两科 一给我拉了 就不能是省重点了 就变成四重点高中 我那个时候 最不爱读的 就是文科 后来出家了 就后悔 出家以后 最爱读的 就是文科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经书 都不是算术题 都是文字 后来还要学讲经 正要学语文 多读古文 才知道学文科的好处 那个时候就后悔 以前读书的时候 应该好好读文科 读历史 读历史也很重要 读历史可以看因果 可以借鉴别人的成功和失败 看看这些历史上 这些成功的人 怎么成功的 你多读啊 读位同学 你读的时候 你就可能随顺他的愿力 历史上成就这个人 他有什么特点 读一读 他能吃苦 读一读 可能你也能吃苦 他能忍辱 你读一读 可能你也能忍辱 你就随顺他的力量 我们读阿弥陀佛的经典 就随顺阿弥陀佛 那是最圆满的 以佛的果地觉 做众生的因地心 那西方极乐世界 种种事 它都是重宝所成 重要的就是随心秤意 无补俱逐 这位同学 你看看我们这个世间 累不累啊 钱少了累不累 累怎么不累呢 干什么都要思考思考 买件衣服啊 那个市场你要灌五趟 为什么没钱呢 买错了 再买第二件就不够了 那你不像有钱的人呢 你看上就可以买 看上就可以 钱多花不光嘛 你看我们这个世间 富很苦 富了之后啊 你要守着它呀 怕它丢掉啊 穷很苦就不用说了 富也很苦 不穷不富也很苦 为什么呢 不穷不富怕穷 不穷不富还不够富 还要求 所以都苦 我们种种烦恼所称 极乐世界是种种 保所成 然后同学们 再看我们这个世间的事 你看这个叫做 种种事成就 我们这个世间的事 我现在才发现 任何事情都不单纯 任何事情背后都有很多文章 我喜欢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喜欢体育 我经常看体育新闻 就每一项运动里面都不单纯 这个运动员不光要有运动成绩 还要会做人 还要会这个 会那个 你稍微有一方面没做好 你再有能耐也没有用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单纯 我说这个话呀 我就不要再多说了 每个同学都能体会到 你在公司里面做事 不是说你能干就能提升 旁边有个不能干的 但挺会做人 他就比你官大 老板并不一定什么都会 他会驾驭这些能干的人 就很好了 老板可能是小学生 他手下的几个主管 全是博士生 都得听这个小学生 其实很多事情 它都不单纯 我们这个世界 不单纯 就是很复杂 分别执着 纠结 哪一桩事情成就了 都不容易 外人看容易 内在真正自己做的人 发现都不容易 哪一桩事情成就了 都不简单 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 任何事情都要求三宝加持 没有三宝加持 真难 可能一个小坎 就给你卡得你够瘦 三宝加持一下 可能很大的难关 很轻易地就度过 同学们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 都有这个经验 好像过不去的事情 念念佛 不知不知觉就过来了 很大的事情 自己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就成就了 他就现前了 随心秤意 无不具足 底下举个例子 若欲令无 疏然化莫 心得自在 这个事情我用的时候 他欠钱 不用的时候 他就消失了 一点都不让我操心 作为同学 你像我的长辈 我母亲 或者我祖母那一代人 他都喜欢 收留旧物 有些东西不用了 也得留着 放好 为什么 万一哪天要用呢 结果放了三十年没用 发现没有用了 一扔 第二年就觉得有用了 有些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积攒呢 万一什么时候用得上呢 结果等了几十年都没用 一扔就有用了 同学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放了好久了 没用 一扔 马上就需求它 好像我们这个世间是很有意思 不需要的时候一大堆 需要的时候一样都没有 所以他不称心 不如意 不需要的时候一大堆 让你操心 需要的时候没有 让你伤心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它就心得自在 所以同学们 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文 同学们 你读一读啊 心里都舒坦 你稍微顺着一个想一想 你不要老想我们这个世间的事 越想越烦恼 我遇到一些同学很能想 想到都不睡觉了 精力太旺盛了 想什么 就想烦恼的事 你想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是 这二十九种庄严 随便想一个都很舒服 有人说 这不是童话世界吗 你就按那个童话世界想 都很舒服 凭你想 你这个世间的烦恼事 要舒服得多 同学们就这一段文 你想 需要的时候就现前 不需要的时候就没了 你看我说的时候 心情都很愉快 你顺着一个想 它就轻松 然后你再顺着我们这个世间 想累不累 累也很好 累能够发起你 求生净土的意愿 这叫烦恼礼拜 阿弥陀 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境界 马上就回到阿弥陀佛上来 不管遇到什么境界 马上就回到阿弥陀佛上来 最后就不用回了 什么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了 这叫五种果门 前面叫五种念门 到最后熟了之后 叫五种果门 作为同学 我跟大家讲到 五种果门的时候 你有前面基础的时候 你看到五种果门 就很开心 这果门一旦给你打开了 你从这个 言庆寺回家以后 你的整个生活就是往生论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极乐世界 那我们真的成功了 这个境界太难达到吗 你这慢慢熏陶 自然而然就会现前 它是自然而然就会现前 就像我们坐上飞机 从新加坡坐飞机到北京 坐着吧 一会儿北京自然而然就会现前 你一下飞机就是北京 但坐这个飞机的时候呢 这里面每个人的根性就不一样 坐飞机的时候 有的时候空中小姐来 给你一杯水 你说我不喝水 我在坐飞机呢 喝什么水 你喝了水也在坐飞机吗 还什么怕呢 有人给你点点心 不能吃 吃了就掉下去了 哪个人在飞机上吃了点心 从飞机上掉下去了 他还在飞机上坐着吗 我们持名念佛 可不可以心里面想着要往生啊 可不可以观察观察 都都经 观察观察极乐世界啊 可不可以祝福别人 回向给别人呢 这个都不影响我们念佛往生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加持 受用是全方位的 不是某一方面 是全方位的 包括烦恼的时候 业力的时候 等等等等的时候 所以这个种种事成就 心得志在 有欲神通 安可实意 今天呢 时间差不多到了 我们前面要感恩 我们这个燕青寺的同学们 给我们唱了几首歌 把我们的心情唱得非常的愉悦 然后来学这个往生论 下面呢 下面呢是妙设功德 这个妙设功德呢 我们把它留在明天 跟大家再报告 我们学习这十七种庄严呢 都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来想 这个观察的训练呢 同学们不要把它疏忽掉 你看网上论观察的文很长 为什么这么长呢 有这么长时间的观察 让你养成一个习惯 因为我们长时间运用自己的 凡夫的思维方式来思维 现在我们顺着这个文 是顺着佛的思维来思维 所以这样长时间思维之后 能让你 对这个法门的契入 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然后就回向啊 再念佛啊 你在念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句佛号会自然的带动你 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来 审视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一切缘分 那么以前你遇到一切缘分 起烦恼 以后你再运用这个五念门 再面对一切缘分呢 那就不一样了 起觉悟 起智慧 今天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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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